请问这些新打扮是什么造型来的 你不是这样也看不出 我这款是哪一出戏的造型是吧 试一下 这几天我在网上听到很多报道 就说未来天气会很冷 所以趁今天有机会 我试定跟着下去 是出街的时候什么造型 你看一下 这些报道是这样写的 寒流沙渡得回几度 还有还有 雪好的低温 有图有真相 你看看 看过 有图有真相 但你知不知道 这图的真相是什么 这张是天文台的延伸展望温度概率预报图 概率 即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机会率 可能性 由天文台提供的延伸展望温度概率预报 可以看到未来两星期的气温走势 以这张2017年12月头的最低气温预报图做例子 当时说去到12月中 气温可能会显著下降 结果 冷风在16日来到 前后两天的最低气温相差超过6度 再来看看 10月尾这张图 显示1月第二个星期初可能转冷 后来冷风在8日来到 9日当日的最低气温 比两天前跌了差不多8度 所以说延伸展望 多有参考价值 这条彩带的颜色是代表什么呢? 中间 橙、黄、绿的部分 是指当日的气温出现 这个范围的可能性比较高 上面和下面的蓝色 就代表机会低些 我见到幅图 臨尾那几天 这些度数好像跌到很低 是否会很冷呢? 这张图的重点 是宏观地望整个走势变化 而不是微观去看实际数字 条彩带向下走 即是说这几天可能会冷 但实际上去到多少度 还有变数? 以这幅1月14日的彩带图为例 当时预测14日后 即是28日的最低气温 绿色这部分 概率有大约30% 是介乎6至8度 但时隔一天 彩带图就明显变了 同一日绿色的部分 去到11至13度左右 至于蓝色这些概率不够一成的地方 分布得相当阔 温度有高有低 表示电脑预报模式 在这些位置还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不应该过分解读 其实概率预报就像射箭那样 走近些 射中箭把握机会大些 正如两三日的预报会比较有把握 如果走远了 偏差会大得多 就像较长时间的预报 未必不准 但不确定性会很大 听完你说话 明白了 我发觉你说话有三大优点 超清晰 又易明 够通透 不枉我一向崇拜你 喂喂 大家这么熟 别说这些东西 听说你最近去完旅行回来 那手信呢 手信呢 就是这样 至于手信这方面的概率预报结果就是 你现在没有 但是将来会有 如果没什么的话 我回去做事先 拜拜 喂喂喂 你这样走 还有要提大家 温度概率预报 是由电脑计算 不经人手收定的 主要作用是展望未来两个星期的气温走势 如果幅图显示未来的温度可能有显著转变 而你又在计划户外活动 或者要照顾身边有需要的人 就可以及早准备 当然天气总有变数 最重要是每天看着天文台的预报 那就更加加到天气变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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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